開始了 哈囉粉絲團的各位車友們大家好 今天要直播的這台車我們沒有分享過 可是這台車跟早上的車一樣 這個都是孫生車款 所謂孫生車款就是它只是LOGO掛布一樣而已 那這台車的品牌比較特別 有的人甚至不曉得這個品牌是什麼 這個是Shikoda 就是跟它的一樣是VH車系的 它的車格其實跟福斯的Tiguan New Tiguan都是一樣的 底盤也好 編護箱底所有的東西其實都一樣 可是它如果配備都一樣的話 比Tiguan還要便宜大概十五二十萬 所以選這台車真的算是CP值呢 算是爆表非常非常的高 那這款車這裡有寫 這台車是四輪驅動的版本 那在底盤的部分的話 它一樣是屬於經理跟之前的車一樣 Golf的車系的MQB的底盤 所以前面是插入式的賣花層 後方的話是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多連桿結構懸吊系統 那這個是師傅剛剛拆下的避震器 這個是前面的 那以Tiguan跟Codic 對沒念錯吧 Codic來說的話 棕熊 一般來說車友都稱之棕熊吧 以棕熊來說 它的底盤就沒有分什麼大洋角小洋角 Tiguan跟Codic一樣 它的前面都一律是大洋角 那這個上座很多看我們VH車系的車友 就可以看到這個上座其實跟Golf七代都是一樣的零件 那這個上座的話 KT就有附一個新品 所以不需要再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那這個是後方的桶先 這個車主的話也是車友們幫我們介紹 但車主有說到 車主的話有載家人 連這台車後方的乘客 小朋友都很容易會暈車 所以這台車的基本上的懸吊 它都是還是以舒適 還坐的比較軟 但它的阻尼其實我覺得自己覺得還不錯 可是可能是輪胎的胎幣都還是維持原廠的 所以它開起來就會比較晃 它的乘坐感覺就會比較晃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基本上這些的所有的主結構 都是跟Golf車系都是一樣的 但是長度或者是彈簧的公斤數 會因為車子後面的重量比較重 所以也都設定也都不太一樣 那後方的懸吊系統跟Golf的一樣 這個是跟Golf的七代 跟六代五代的話不一樣 七代的話它是固定在這個下支壁 在這個地方 所以它的整體長度會比較長一點點 六代的系列的話 它是固定在這個後央央角的上方 所以它的整體長度會稍微比較短一點點 那這一台車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是 8公斤的 後面是8公斤 前面也是8公斤的 那這裡可以看得到傳動走 因為這裡有寫4X4 這個是四輪驅動的版本 在上座的部分的話是需要沿用原廠的 在上座的下方有一顆旋鈕 這一個旋鈕就是可以調整後方的阻尼 在這邊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軟硬度 那這裡有附防成套饅頭 這些的話都是要 都用KT所附的一個規格就可以了 這一個調整機構是做在下方 然後上方的橡皮跟下方的橡皮 上方啦 上方橡皮是要沿用原廠的 好 那大概是這樣 後方的 後方的話 還有一個小重點就是 彈簧跟便利分開的經理有常常提到了 它的筒身呢 不要縮得太短 那這個底盤基本上它有一個小小防呆 如果筒身縮得太短的話 基本上下面那顆螺絲也鎖不太到 所以那主要的就是筒身 不要縮得太短就OK了 好 那前面的話 我先介紹前面 這一個記得是要 在這個地方 好 它跟提光一樣 這個飾板跟Golf一樣 這個飾板啊 稍微掀開之後 就可以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那上座在這裡 所以這個上座啊 經理都會提醒一下技師 因為這個有可能會下雨或什麼之類的 它的雨水 常常會滲到上座的上方 所以有比較容易會生鏽 也有可能會造成 內部走繩的壽命會縮短 所以會建議啦 如果我們大概半年或三個月 有洗完車之後啊 在這個上座這裡 噴上一點黃油 讓它保護一下 好 那上座的中間有一顆雪鈕 調整軟硬度的話 這個也需要掀開 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好 這一台有沒有車友 鍾雄的車友 來告訴一下經理 這一台是2.0升 EA888那顆引擎對不對 好 因為這一顆 這個動力的話也有分好多的級距 1.4 2.0升 如果是2.0的 就是EA888那顆 改裝動力 改裝潛力非常雄厚 這個前面是配180場 8公斤的彈簧 然後離仔串的話是沿用延長的 所以這樣看起來的介紹 其實全部啦 都跟Golf 7代一樣 但是彈簧的形式不一樣 因為Golf 7代它的筒身比較短 所以我們配置的彈簧 是配置燈籠狀的 那這一台它的長度比較長 所以我們配置是180場 直捲是8公斤的規格 所以不同的車款 筒身的形成 筒身的整體長度不一樣 然後配置的彈簧棒數呢 也會因應車重 而有所不同 像是 如果是Golf 7代 1.0升 1.2升 1.4升的 前面就是配160場7公斤 那像這台車 前面車重比較重 我們就是配8公斤的彈簧的規格 那整體上來說 這台車乘坐起來的 改裝之後 因為MQB我們還滿 做的很多車友 都有幫我們主動推薦 那銷售的狀況也特別好 因為工廠裡面 就有實車可以試乘嘛 所以如果有需要試乘的話 再請跟我們小編聯絡 因為今天經理在趕貨 所以今天直播會比較短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再跟我們聯絡 謝謝大家 掰掰